真正的财富是思想 一,所有的富人都不会无人无故的富有起来 他们的富有总能从内心找到根源 真正的财富在于你的思想,而不是钱 钱只是这种思想,在物质世界里的表象 你口袋里的钞票本身的价值,不只是这么多卢布 富与它价值的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思想 厂房、机床、生产的原料 除非被放到一个工厂中,或者放在市场里出售 否则就他们本身来说是一文不值的 如果你看到厂房破败贪痞,机床秀实损毁 那么,一定是因为富与他们价值的思想,已经消耗殆尽了 厂房、机床,只不过是交易的工具 只有有了思想的引导,他们的价值才有可能实现 所以,永远不要扼杀自己对财富的探求的想法 从你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寻找这些想法 财富在你们的心中,你必须有意识的去利用自己的这些想法 利用他们去进行建设性的思考 当你只是习惯性的按以前的思维去处理事情时 别告诉我们,你是在思考 就像杜蒙克在领导的思维里提到的 他们只是任由记忆的溪流,漫过自己意识的田野 而他们自己只是懒洋洋的血已在岸边,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然后,他们竟然告诉别人,他们在思考 而事实的真相是,他们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思考 他们就像那些卧在自己的小木屋头下的阴影中的年老的登山家一样 当你问他都做了些什么,来打放这漫长的时光时 他会说,哦,有的时候,我躺着思考 另外一些时候,我只是躺着 杜蒙特就这种现状,在他的另外一本书中说到 当我说到思考时,我的意思是,你要有个明确的目的 你要事先预见到你思考的结果,思考是为了解决问题 我说的是,只有当你想要对你要做的事做出决定的时候 当你要对自己以后的前途做出可能是决定性选择的时候 强加在你身上的那种深不由己的思索 譬如说在我们的轻松岁月里,我们遇到的复杂的数学题 或者,我们不得不去应付的,在学院中遇到的问题 但是我并非要你为了攫取什么而去思考 或者是将你的头脑用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 我认为,真正的思考应该是指将你的头脑用在那些有意义的问题上 那些超脱于一己私利之外的问题上 这才是真正杰出而珍贵的思考 而这也是现在最需要的思考 财富的国度,其实就是思考的国度 我们在这里思考着关于我们的成就 关于我们的健康,关于我们的快乐 我们的繁华世界 想真正活得多姿多彩 你必须自己去努力探索 你必须比考虑更进一步 你要学着思考 你必须进行有创造性的思考 去努力探索新的世界 新的方法 新的需求 那些最伟大的发现 实际上只不过是从最平常的最非空见惯的事情中发现的 但是却只有少数人能注意到他们 所以,只有他们能成功 很多人都面对过取得巨大的财富和成就的机会 然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他们 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的男男女女们 终其一生都在痛苦和贫困中挣扎 一直无法摆脱疾病和失望的纠缠 这到底是为什么 从根本上说 这是由于他们一直都无法真正克服对贫困的恐惧 他们总是将对贫穷 不幸和疾病的想象具体化 终致与困其中 而无法从其中摆脱出来 其次一点 他们一直不知道如何来验证宇宙之中 供与求的法则 所以就像坐带数题时 在第一个问题上卡壳了一样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只是从没有人将他们总结整理成成熟的结果 他们并不懂得那些法则 这个法则中首要的一点就是 你应该有发散性的思维 有开阔的眼界 有丰富的情感 并且要广泛的听取意见 不要让你的头脑中有任何束缚 只要你能够开阔你的头脑 别让它被束缚住 你就能突破一切障碍 找到成功的方法 得到自己渴望得到的 进一步说 如果你能在心中将它们具体化 你也就能在你每天的生活中去渐渐将它们实现 那些被祝福的人们 他们的快乐是上帝赐予的 就像种在西边的树木 他在收获的季节 贡献自己的果实 但是他的叶子永不会凋谢 无论他要做什么 最终都将获得成功 所以不要担忧 不要怀疑 别傻乎乎地将自己成功的种子挖出来来 瞧瞧它们有没有发芽 自信点 用你的信念滋养自己的种子 你必须时刻明确你所追求的目标 到底是什么 真正的财富是思想 二 永远不要放弃 不管你看起来如何的不幸 不管明天看起来再怎么黑暗沉闷 别被它们吓倒 你要记住 未来是要靠自己来创造的 除了你自己 再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击倒你 明确目标 忘了那些障碍 忘了那些困难 你只需要记住自己的目标 如果你做到了 成功将变得唾手可得 一个古老的法则 乔什特洛沃德 在爱丁堡就心理科学发表的演讲中说到 在最初的阶段你将开始在心里描绘埋藏在自己心中的理想 你将在自己的宇宙思想中将它描绘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不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其他人都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而不懈努力 即使并不完美 它也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而后 我们生命中的这个阶段就结束了 而我们可以充满欢欣的 将它视为我们一生的挚友 它能为我们带来一切美好 引导我们避开一切危险 并且为我们提供最中肯的忠告 正因为如此 那些哲学上最艰深的难题 才会又一次将那条古老的法则 带回我们面前 要求 你才会有所生活 探索 你才能有所发现 撞击 命运的大门才会向你敞开 这正是对神圣的大自然和人类之间关系的总结 所以 我们可以说精神科学能为我们创造我们想要的生活 绝不是无用的吹嘘 而正是由于这条洒则 我们的面前在没任何束缚和限制 它能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而它今天能为我们做到的事情 明天同样可以 而同样的 在那些遥远的 只有些模糊影子的将来 它仍旧可以发挥同样的作用 你自己相信会存在限制 是导致局限性的原因 而这也是导致局限性的唯一原因 因为当你相信局限性的存在时 你就已经在自己的创造性思维上加上了束缚 而随着我们渐渐抛弃这些束缚 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将慢慢的开始膨胀 我们将变得越来越有活力 而幸运女神也会开始倾雇我们 你不是在为了公司发给你的那点微薄的薪水在工作 你是这个宏大蓝图中的一份子 你所做的一切都将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影响 事情的实情是 你是在为你的宇宙智慧工作 而它也正是你所能见到的最慷慨的雇主了 只要记住一件事 所有你期待的希望的都能从它手中得到 你所要做的就是为它提供你能做到的 想找到自己的定位吗 闭上你的眼睛 然后努力去了解 在云云众生大千世界中 哪个位置才是最适合你 同时以你的能力也最适合它的 在那个位置上 你能做到最好 同时 生命也能给你最多的回报 你必须明确一件事 你的宇宙智慧 是知道那个位置在哪的 而且 它还会通过你的潜意识提醒你 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一点 你是可以发现这个位置的 你必须记住这是你的位置 它需要你 它就是你的 就待在那等着你 取得它 是你的权利 在每天晚上入睡之前 将这些想法在脑中默念 直到你确信你的意识 已经获得了足够的信息 然后再进入梦乡 它会为你找出这个隐藏着的位置 以及怎么和它建立联系的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 不是将要获得 是已经获得 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这个位置就会来到你的面前 或者说你就会来到这个位置的面前 接下来太阳会随着新的一天的到来 重新出现在天空 如果你能将这种方法 切实有效地总结出来 你会发现以前你在苦苦追寻的事情 已经开始追寻着你了 你要在心中坚定这样一个系列 只要是你想做到的事 你就一定做得到 不存在什么缺少机会 机会也不会只有一次 你要坚信 你的世界里没有限制 你的面前充满了机会 规则是由你制定的 只要你乐意 你可以将它们无限放宽 机会永远都有 而且每时每刻都有 伯顿布拉雷在他的诗机会中 很好地阐述了这一切 最华丽的诗篇还未普救 最巧夺天宫的华唐 还仅是蓝图 最险峻的高峰还未被征服 最壮阔的天倩还未被信顺 所以不要担忧 不要焦躁 振作精神 旅行才刚刚开始 最美丽的工作 等待着我们的开始 最杰出的作品 等待着我们去完成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一 到底想要什么 有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就困扰着很多人 那就是 到底是应该安于现状 坚持做手头上这份工作 还是马上去找一个更好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 实际上完全取决于你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首先你要明确你自己的目标 什么才是你想要得到的 只是一份工作 凭正性的工作 还是要有重要的实权 或是想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无论是哪一种 它们都应该为你带来以下三方面的弊益 一一份合理的报酬 二 知识 对自己的锻炼以及工作经验 这些 对于你将来的发展 会是宝贵的财富 三 在行业中的声誉 以及丰富的人脉资源 它们都能帮你达成自己的目标 从这三个方面 对你面前的每个机会进行思考 来判断到底哪个更适合你 但是不要只是因为报酬微薄 就将它看作一次培训 而从一开始就准备要抛弃它 虽然这的确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培训方法 既可以让你接触到最新的工作方法 同时还可以获得一份薪酬 你应该有足够的耐心 来深入到你的工作中去 只有这样 你才能充分了解工作中的每个细节 所以 首先你要有充分的时间 来了解你的工作 如果在经历过刚开始了解的过程后 你在做这份工作时 还会感觉忙得不可开交 那么你就应该想想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来协调这份工作 能让它变得轻松一点 如果有 马上改进 一直向前 不要停下你的脚步 不要因为偶尔的一次涨心 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活到老 学到老 每天你都应该有新的收获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你再也无法从现在的工作中 获得任何弊益 再也学不到新的指示 能力再也得不到任何提升 如果你还待在那 你会渐渐开始退步 那么是该换换环境了 如果可能现在你该升迁了 否则的话就离开吧 跟你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相比 你的工资根本无足轻重 你必须先储备了足够多的知识和能力 之后薪水和财富都会紧紧跟随而来的 除非你所具备的知识已经足以支持你 好好运用它 否则即使是巨额的薪水 它也不会为你带来什么好处的 这就好像一个女孩在挑选她的如意郎君 她可以挑选一个现在很有钱却没头脑的丈夫 或者她也可以挑选一个现在没什么钱却能力出众的丈夫 如果是钱一种情况 她将在刚开始的时候享受一段奢华的生活 然后她将面对这样的选择离婚 或者守着一个年轻却无用的浪子 甚至连付账的钱都没有 在另外一种情况是 他们的生活在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会很艰辛 但是最终她很有可能帮自己的丈夫 建立起一个幸福的家庭 她将会得到一个真挚的勤奋的丈夫 同时她将得到欢乐和幸福 钱应该作为婚姻中考虑的因素之一 但是绝不该作为婚姻的决定因素 当然了 我们很有可能会遇到一个既没钱 也没头脑的男人 但是如果要我们从金钱和头脑中做选择题的话 毫无疑问的每一次我们都应该选头脑 和头脑比起来 财富的地位根本是微不足道的 拥有一个能穷跟究底 并且时刻警惕的头脑 你能得到任何你想要的财富 没有头脑的人 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 也没有意义 对于90%的年轻夫妇来说 最幸福的是 莫过于摆手起家 最终凭自己的双手 共同开创一个美好的生活 你最想从生活中获得的是什么 是财富吗 想象一下 如果全世界的财富都能为你所用 大自然中的一切能力 都将为你服务 不管在什么地方 你都能具有万能的能力 那么你将用它们来做什么 别介意 做会儿白日梦好了 你要相信你 现在已经具有了这些能力 你要相信你 现在已经具有了这么多的财富了 你会相信自己 现在正开着心已已久的名牌汽车 住在早就梦寐以求的豪宅中 衣着光鲜 坐拥着一切生命中追求的东西 想象一下 你会如何花费这些属于你的钱 只要大方的花销 而不用担心有一天会坐吃山空 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内心里 对于财富的渴望是没有止境的 想象一下 你可以自意地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过你想要的生活 能为你爱的人们 做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事情 用你的心眼去看这一切 做一会儿梦 相信它们就是真的 相信就在不远的未来 这一切都会变成真的 你会逢中得到你想要的快乐和愉悦 这就是实现你的梦想的第一步 你正在自己的心里描绘着这一切 只要你别让心中的恐惧和担忧将它摧毁 你的头脑就会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为你描绘着这幅蓝图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二 这个世界将向你展示它所蕴藏的巨大财富 从精神上适当的追求 你就将获得这些宝贵的礼物 但是在你实实在在的体会到它们的美妙之前 你必须先在精神上完成它们 只有思想能让你的身体富有起来 正如莎士比亚告诉我们的一样 将你希望得到的东西 试作已经在你的口袋中了 然后你会发现 你会很快就能拥有它们 别为它们烦躁 也别为它们担忧 不要告诉自己 它们是你所缺少的 将它们看作你的 就好像已经属于你了 已经是你的财产了 不是你缺钱 而是钱缺 你把钱看作从你头脑的末房中流过的流水 你所要做的事 只是持续不断的把这个世界需要的主意磨成成品 你的思想 你的计划 对这个主意的加工过程是不可或缺的 钱是驱动末房的动力 但是你才是必不可少的 你的主意和点子 才是最重要的 就好像 没有了维持河床的力量 尼亚加拉大瀑布将不再存在 这个道理在我们这儿同样适用 只有靠你的思想来支配 金钱才能变得有用 所以以后不要再说我缺钱 事实是 钱缺你 没有合适的用途 再多的钱也只是废纸一堆 你的头脑为钱的应用提供了出路 只有通过这种途径 钱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好好开动你的脑筋 为钱找一个好的出路 让他们能发挥作用 当你的想法渐渐完善的时候 你根本不需要刻意做什么就会发现 钱正按着你的想法在流转 只要你没因为怀疑和恐惧 改变了他本来的路线 首先琢磨出来一个有前途的产品 然后大力推广就行了 赫瑞斯格里雷如是说 首先你必须想出来一个这个世界需要的产品 哪怕这个产品只是个可靠 有趣的服务 然后只要为你的心愿打开一条通道 那么钱就会源源不断的涌进来 记住你花的钱越多 你获得的回报也越高 钱只有在花的时候才有价值 你已经见识到了钱是怎么影响这个时代的 见识到了它怎么影响报纸杂志 你已经读过关于它的数不清的文章和社论 你也一定听过那些煽情的演讲者 长达数小时的关于他的演讲 但是你听过这些人 曾经就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亨利福特 说过哪怕一个字吗 至少我没听过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福特的观点里 钱就是拿来用的 用它来创造更多工作岗位 用它来为我们创造更舒适的生活 用它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乐趣 来让我们活得更久更健康 而这正是它能拥有这么多财富的原因所在 这正是它能从有限的生命中 获得这么多恩赐的原因所在 这也正是你和宇宙的无穷财富联系在一起的方法 你必须明确一点 你不是在努力赚钱 而是在努力找寻 将钱用在最合适的地方的方法 找出你所需要的 留心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带着一颗思考的头脑 我应该怎么改进这件事 这件事还能有什么其他新的用途 然后你就需要想办法满足这些需要 只要你找出了满足它们的方法 你就应当自信满满的去做 然后财富就会按正确的方向染染流淌 同时也源源不断的流入你的口袋 做好你该做的 然后你就可以完全信赖你的宇宙智慧 它会找出方法的 你要在心里落下这样的信念 那就是对于任何一件正确的事情 只要你想做就一定能做得到 然后制定出你的目标 然后让你所做的每件事 你的工作 你的学习 你的交际 都朝着这个目标一步步的迈进 让我们再看一首伯顿布莱利的诗 如果你对某种东西极度渴望加倍努力 为此奋斗 没日没夜 为此劳碌放弃娱乐 放弃睡眠 放弃舒适 一切渴望 接续于此它的存在 让其他一切变得俗愿和廉价 没有他生命对你而言 只剩汤白和空洞 你所有的计划都为他而写所有的美梦 都为他而做所有的汗水 都为他而流所有的烦恼 都为他而生为了他 你不再对人类和上帝畏惧 只用尽你的能力 智慧与才华 全身心为此一搏 如果寒冷 贫穷 饥饿与憔悴 都不能使你居服疾病 疼痛 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 亦不能使你放弃 你不屈不挠 勇往直前 那么最后的最后 它定是你的囊中之物 我们下期待